SIR 騎查了 您啦 我是三隻橋 我在 埃及 我為什麼在埃及呢 因為從今天開始 我在美食大三通 可是 埃及 啊 我知道 埃及的金字塔 許是文明 你去過沒有啊 金字塔 真的 還有喔 埃及有七千年悠久的古文明 七元前三千年就有國家 有神廟 有埃及延後 有圖坦卡門 有木乃伊 有尼羅河 有沙窩 有神秘 有故事 有 等一下 埃及人到底吃什麼啊 埃及的味道呢 真的很難說嗎 這根本就整個都是湯啊 可以喝水 它那個什麼東西 就是整個湯都已經 裹在那個麵包裡面了 你有沒有覺得有點像那個 聽不懂的 這個就是 傳說中的牛眼睛 喔 喔 好好吃喔 啊 有魚嗎 他們好像有抓到喔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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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把皮拿掉啦 我們把皮拿掉啦 我們把皮直接吃了 你們都吃米的嗎 我們吃米啊 好甜 好甜 嗯 竟然在裡面呢 就有綜合一下 那個太甜的感覺 有的那個香味 在我指的嘴巴裡這樣 會吃不去 走吧 跟著曾喬喬 我們一起去埃及喬喬 這裡是哪裡啊 因為太熱鬧了 這是開我熟度最熱鬧的一個地方 真的很多人耶 就是那個 外國人 愛人都會跑到這裡來管街 這個地方的名字叫哈利利 哈利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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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利利是什麼意思 拉伯華就是我的朋友 我的朋友是綠里 我的朋友是綠里 這邊真的是各式各樣的外國人都有 黃種人白種人黑種人 對 跑到埃及來的所有的人 都會一定要跑到這個地方來 為什麼 為什麼 因為這個地方 大家跑到這裡才會感到 最熱鬧的一個感覺 好玩 好吃 那個水煙 飲料 很 很一個充滿古都的感覺 其實這邊蠻衝突的 因為它的建築都很古代 這個地方也算很 但是人呢都非常的新潮 各式各樣的國家都有 對 好 這個地方也會加另外的一部分就是 算一個聖地 對新回教的一個聖地 就有好多清真寺 這個清真寺 本來紀念我們的那個 木漢摩德的一個村子 村子 叫呼吸 所以這個也是 好這個清真寺 這個也是清真寺 對 唉唷 我聽說過 清真寺好像那一根越多的是越厲害 越高越厲害 越高越厲害就對了 那這邊的都很厲害 那所以是我這兩間都很厲害 可是厲害的一定不是只有這個 逛一逛 看到底這邊哪邊厲害 好 我們往哪邊走 往這個方向 這個方向走 頭頂上的太陽 三十八度 黃莎莎的建築 超過五百年歷史 擁擠的廣場上 塞滿了全世界的遊客 路邊金光閃閃的飾品 走得全是神秘古老系列 這就是傳說中的埃及 今天我們來到首都開羅 最熱鬧的地方 哼哈莉莉 六百年前開始 這裡就是歐雅菲三大洲生意人 休息交流 打聽商品情報的重心 現在是選購同學同事 二阿姨大伯父交代的紀念品 最好的地方 好巨大喔 這一次喔 你一定覺得有點愛演 對不對 這樣好多了 這麼大一個啊 那有什麼分別嗎 你跟他抽的 他抽的是普通味道 我抽的是今天抽 現在要抽的是葡萄葡 還有葡萄葡 你要不要抽抽看 好夢幻喔 因為我不知道什麼味道耶 其實你不要吸進去 你在嘴巴裡面就知道你的味道 所以他跟一般醃的成分 呃...應該不太一樣吧 對反正你就吸吸看 應該不犯法吧 好 那這邊要有氣出來 對... 對... 出一點是... 噢... 噢...好多鹽 你怎麼... 有沒有味道啊 他也是V啊 在吐這個... 有喔 對不對 就有點淡淡的水果味 葡萄香味啊 不是喔 我還以為你們吃這個是跟... 誰的鹽 吃這個是跟香菸的味道一樣 結果不是耶 為什麼我沒有吐出鹽來 有啊 你剛剛有吐一點出來 對對對 等一下再我來試 換了喔 不好意思啊 這個在吸的時候 你要勸他有沒有吸到咧 就是這個 你要看這個地方冒泡泡了 那就是吸到 哇...這麼大口 其實很香 可是他這個就沒有那麼香了 他這個就是有點像香菸的味道 現在這個葡萄味就比較重 因為是普通的味道 普通的就像香菸 你要再試一次嗎 不要 不要了是不是 這個就是埃及人在這個... 這個... 悠閒的午後咧 對 在這個... 這個叫什麼 什麼地方 就是哈利利 哈利利廣場這邊 常常做一個休閒活動 基本上就是 滿打發時間的一個東西 其實滿香的 而且整個嘴巴裡面 現在都是葡萄味道 對 這種給觀光客抽的水菸 沒什麼菸草成分 主要是感受感受 埃及人平常很重要的消遣 這就跟有些朋友習慣 小酌一杯 是一樣的 因為埃及人的生活步調慢得厲害 所以路邊閒聊發呆抽水菸殺時間 是埃及街頭常見的風景 埃及水菸裡有很多口味 除了葡萄還有蘋果櫻桃草莓 連媽媽小姐都會喜歡 不過這裡的水菸差價很大 從台幣10塊到60塊都有 另外各式各樣埃及風水菸館 也是買回去送人很體面的 但是觀眾朋友 來哼哈哩哩哩買東西 記得一定要殺價喔 那你們就只有吸這個 然後沒有東西喝還是幹嘛 有… 你們可以拿新茶 新茶的那個果汁 韓國… 韓國… 是不是埃及人在抽這個時候 都要這個動物 來… 咖啡一點 來…我們吃了… 好… 咖啡來了 濃縮的 濃縮的 Thank you 這個是什麼咖啡? 阿拉伯咖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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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個都一樣嗎? 不一樣 為什麼高愛不一樣? 因為這個是美女… 欸…跟你講真的 看喔 這是我們兩個身材的比例不同 蠻香的 怎麼樣? 這是咖啡嗎? 這是咖啡嗎? 嗯… 這是咖啡嗎? 阿拉伯咖啡 阿拉伯咖啡 看起來很粉耶 因為它裡面的咖啡粉還在裡面 喔…它是用咖啡粉的就對了 其實阿拉伯咖啡 好像不是用咖啡豆嘛 用… 是咖啡豆嗎 不是用一個圓圓大大的 跟豆構在一起 對…就是… 我們一般在台灣喝咖啡的時候 我們的咖啡粉跟咖啡 基本上… 咖啡粉濾掉 對… 這邊沒有濾掉 還是有粉 對… 但是蠻好的是 我不想喝咖啡啦 可是這個咖啡喝起來 是沒有… 不完蛋的苦 對…沒有… 不苦… 微微的酸 微微的… 對… 可是跟這個… 一般的咖啡比起來很差 平常我不大喝咖啡 跟咖啡呢… 其實不大熟 不過埃及真的受阿拉伯文化的影響 超級深 除了說阿拉伯話 阿拉伯字就連咖啡 都是阿拉伯咖啡 氣味濃烈 表面有綿綿的泡沫 杯裡還有一層濃稠的咖啡渣 老闆說呢 阿拉伯咖啡的特色是不過濾 而且會放小豆蔻增加香氣 味道不同 照樣提神 沒有錯 就是這種激昂亢奮的情緒 最適合購物啦 欸? 那是埃及咖啡點嗎? 這邊好像… 有一點點點 來來來 看一下 這是最好吃的嗎? 我喜歡吃咖啡 這個很好吃 你覺得最好吃 the best 這個最好吃 那我們當然要買這個囉 這邊還有耶 這邊還有耶 是草麵內的好吃嗎 裡面是… 沒有沒有 都是甜點的 唉唷 不忘記這叫什麼 台灣有一種糖果耶 是這樣啊 你吃什麼? 有一個水果的甜味 但是我吃不大出來 但是我吃不大出來 多口了 你怎麼說呢? 這是泥菌 Turkish light 對 這個蜂蜜 蜂蜜軟糖的感覺 而且他們那個 你第一口吃都覺得還好 吃個兩三口你就覺得 天啊 太甜了 我想吃吃看這個 哇 哇 以我目測的 這會非常甜喔 小口一點 甜 欸 還好耶 不要騙我喔 真的… 不然妳是… 根本就整個都是糖嘛 欸 糖喝水 蛤 蛤 蛤 我吃我要吃小口一點 沒有那麼甜啦 沒有那麼甜啦 還好嗎 蜜蜜 妳剛剛講什麼蜜蜜 妳講什麼蜜蜜 是不是 講日本是不是 這是什麼東西 這是麵包嗎 欸 妳吃甜食會大成什麼 如果這是麵包的話 它就是整個糖都已經 裹在那個麵包裡面了 這個說實在就是 比較大塊的沙奇馬 甜一百倍的沙奇馬 沒有那麼誇張啦 妳看我不太吃甜食 我都給大口吃的 妳看 大口就大口 很難吃蛋泡什麼 真的喔 好甜喔 謝謝… 我剛剛講的嗎 我剛剛講的 都只一百倍啊 都甜一千倍 真的 好甜 媽呀 埃及的糖是不是很便宜啊 那麼甜 導遊說 甜食是埃及飲食的大哥 飯桌宴會裡 開場一定是甜點 壓軸一定會用甜點來製造高潮 另外 每年摘月的時候 家家戶戶更是大肆購買甜點來慶祝 剛才我雖然試吃了兩種 但是感覺上 確實有脆跟軟口感的差別 因為那一層層糖霜 再加上濃濃的蜂蜜 我的舌頭已經在糖的大海裡迷失了方向啊 不過熱愛前世的埃及人 卻有一道很獨特的養生廟方喔 對 蜘蛛湯 好專門 蜘蛛湯 這邊蜘蛛湯 這邊蜘蛛湯 這邊蜘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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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蜘蛛 這我可以進去廚房裡面嗎 可以進去 好 等一下可以看到它那邊 這個… 這是什麼 這是牛蜘蛛的部分 蜘蛛的部分 蜘蛛的部分 蜘蛛 看起來好好吃喔 你知道這個是什麼東西嗎 牛筋 牛筋 這個叫蜘蛛湯 這是蜘蛛湯 這不是牛筋嗎 因為他們先把蜘蛛放過頭 喔 蜘蛛的味道留下 他們練練後 再加那個牛筋 所以你要一份這個對不對 對 要一份這個 還有 Sausage 腸子 醬腸 這個是剁米腸嘛 對不對 你可以看裡面有米嘛 香料味也很重 放了很多香料在裡面 嗯 整個皮也很脆 它已經煎到有點脆脆 烤得脆脆的 它整個米在嘴巴裡面的味道是 嗯 口感是糯米糖 可是整個嘴巴的飯粒的感覺 是有點像燉飯 就是加了很多香料的燉飯 就是這邊 這邊已經賣了很好的菜嘛 對 有些愛人都很希望他到 一些餐廳過來吃飯 喔 喔 想不到米腸是埃及當地有名的小吃 以後亞奇亞賣米腸的老闆 可以用埃及小吃當作招牌咯 我想埃及米腸跟我們家巷口 最大的差別就是不知道 加了多少香料的米飯 一口下去 味覺嗅覺直接交通打結大塞車 才剛聞到豆蔻 下一秒變成肉桂 緊接著回香肉連 然後我教得出名字的香料 幾乎全部出席 我想這就是埃及料理的基礎 真是學無止境啊 今天吃這也是什麼東西啊 這個是埃及人最喜歡吃的一種老百姓的菜 來啦 你先吃 你先看你要吃什麼 先吃什麼比較對 先吃什麼比較對 先喝這個 湯 就是這個湯 就是這個湯 而且我在用練力說先吃這個 這個來 拿著 這個是不是湯 這個不是湯 這個不是湯 這個很香耶 這個很香耶 那個油筋 你最喜歡吃這種焦急的東西了 這是筋嗎 好Q喔 你吃不出來是筋嗎 沒有吃牛仔湯的時候通常它都把精準的很爛 嗯 可是我覺得這個蠻爛的耶 唉唷 我跟你講 它裡面到底有幾種 有兩種 這個有皮的這個有沒有 就好像不是吃羊肉乳的感覺那種 有沒有 你有吃到你現在吃軟的那個嗎 對 所以你覺得軟的好吃還是硬的好吃 我個人是喜歡軟的 越軟 越累啊 越軟越好 越軟越好 對 大家如果 大家覺得骨頭有一點痛 不舒服 泡到這些餐廳來 用這個骨頭吃 這樣骨頭就會好 對 吃骨頭 補骨頭 另外就是大家如果 吃這個回家了 對他的太太好 巧莉迷目 雜便雞團 每次吃什麼 對啊 怎麼都說對他太好 對不對 原來埃及人的養生料理 就是清燉全牛肉 打餐 每個星期來碗牛骨湯 是埃及人最好的食補方法 其實啊 牛骨湯在日本 菲律賓 韓國 中國 都很流行 大家有之一同 選用清燉的方式來呈現 骨頭湯的香濃 只是愛用香料的埃及人 在牛骨湯的處理上 捨棄拿手的香料 依然處理成清爽霧現 這一點倒是真的令人佩服 配著軟來的牛精一起吃 不油骨膩非常舒服 不過牛骨湯 一碗要價台幣300多塊左右 幾乎是埃及人兩餐的費用 算是奢侈品囉 妳覺得這味道是什麼 跟我想像不大一樣 我想像可是很濃很濃的肉的味道 可是我好像覺得沒有我們想像那麼猛 比較有一點蔬菜嗎 妳有沒有覺得有點像那個清燉牛肉麵的味道 比較不像我們印象中那種很黏的那種 燉到很黏的牛肉 可是這個妳不覺得如果加一點點的蔥 有沒有一點香菜 下一個麵下去 還有就是很中式的麵的感覺 其實滿清爽的 就很清爽 對 然後它整個膠質都在反面這個地方 接下來裡面有滑口 不知道要吃什麼 後面 後面的話就拋到 隨便吃是不是 那些是不是那個 耳朵跟那個眼睛 那個牛精 牛 剛剛我變得那隻牛 那個牛的眼睛 牛的眼睛 牛的眼睛 對 這已經這麼大了 這怎麼吃啊 我不大懂耶 這整個是眼睛嗎 這整個是眼睛嗎 這個才穿眼睛 這眼睛後面的肌肉 這個 這個很貴嗎這個 很貴 很貴喔 很貴 其實大家要提早幾天才會點 這個就是傳說中的牛眼睛 你覺得他在看我嗎 你這樣講誰敢吃啊 你這樣講誰敢吃啊 不要再說了 我覺得看台那個肉啊 好像很軟 對 但是還是你先好了 你的眼睛就像雞 我也是好 全品第一色 我剛剛跟他講 要綠色的眼睛 為什麼要綠色的眼睛 因為好看 越講我越吃不下去 水 漂亮 好吃喔 好好吃喔 一點都沒有什麼奇怪的味道啊 我以為眼睛會 有什麼怪怪的東西在裡面 對啊 感覺就是 它那個油脂也不像 不像那種噁心的油脂 它是有點像筋的那種酷度 然後又有那個嫩的肉 什麼 真好 有一點 有一點像什麼 有一點像 好吃的和牛的感覺 在嘴巴裡面 在嚼的時候咧 它就慢慢一直 劃一直劃 現在整個那個牛 我先把牛眼睛 它是牛 沒錯 牛的那個香味 在我整個嘴巴裡這樣 天啊 這是我這輩子 跟牛眼睛第一次的親密接觸 沒想到 牛眼睛 我們真的是相見恨晚啊 真的真的真的 這是美食資歷不深的我 吃過最嫩最滑 最吹彈可破 最無語倫比的牛肉 品嘗美食的快樂 就是該這樣嘛 直接明白 沒有曖昧沒有猜疑 太棒了 不只是牛眼睛好吃 牛耳朵 舌頭還有內臟 埃及人都找到 關鍵的烹調意境 吃起來既新鮮又沒有腥味 我只能說 埃及人料理牛肉 真是強 眼睛不是兩顆的嗎 還有一顆呢 我們在這邊的眼睛 一般一隻牛才要一個眼睛 為什麼 什麼意思 我們這邊的眼睛好厲害 視力好大 所以如果兩個眼睛的話 就是要無責 所以一次只能點一顆就對了 對 不可以一次吃兩顆 不是 也不要那麼在意 他們有他們的國籍 反正我們吃到眼睛就好 他們也吃到 他當然會這樣講 另外一顆你藏起來對不對 放口袋 這個部分一定也很好吃 你是不是 你看 其實很像 其實很像 這邊的肉都是粉紅色的耶 剛剛好 再試試看 好軟喔 我跟你講 這一塊贏你剛剛那一塊 真的 這一塊更厲害 我跟你講 我絕對相信 你知道他剛剛那個臉 連我在 我已經可以再吃了喔 不好意思你們沒吃到喔 我知道你一定很氣對不對 我跟你講 你剛剛看我多氣 他一吃下去 這個嘴唇是 顫抖的耶 這可以算是 少數我從小大家吃到 最軟的牛肉 最軟 就是很軟 我不講你 快點你講一下我 他講 給我 給我 我不會給你的 給我 軟不軟 不好意思啊 剛給你吃到不好吃喔 剛給你吃到不好吃喔 沒什麼耶 這個比較強耶 這個不多了喔 這個喔 這個 這個我一直很考慮 這個是 羊肉 這個紅紅的油是什麼 這個 這個 蕃茄子醬 蕃茄子醬 是用蕃茄下去熬的喔 唉唷 給你大一點來給你 我不要 我不要 但是很嫩啊 但是眼睛比起來 就是比較有點 比較難咬了 油脂的感覺 不會讓你不舒服 好像吃了棉兒 會到嘴巴裡面的感覺 很粉油油的這樣 它的那個油脂的部分 就是不但是要咬的 對 一下就化掉了 然後肉的話呢 跟我一般吃的羊肉 最大不同的地方是 它比我們台灣的羊肉 又來的軟 這隻羊腿光看起來 就很過癮 吃起來更是不負眾望 既軟嫩又多汁 聰明的埃及人 運用香料和番茄醬 把羊的油脂 變成了加分的優點 讓羊腿肉搖起來 香滑又不乾澀 露營現場已經進入 失控的狀態了 來到橫哈利利 享受美食 我似乎能夠了解 這裡為什麼被稱作 中東之醉了 因為熱鬧的橫哈利利 除了是中東地區 最大的傳統市集之外 那種包裝在古文明裡 南來北往熱鬧奢華的氣氛 不來埃及 不懂啦 怎麼了 花生跟一般我們看到的花生不太一樣 有沒有它外面這什麼 這外面是什麼東西 鹽 鹽 真的是鹽 是可以入味嗎 這樣有可以入味喔 應該會吧 先吃吃看才比較重要 裡面很薄喔 好大顆喔 超肥的花生 先把皮拿出來 他們會把皮拿掉啦 他們會把皮拿掉啦 我們把皮直接吃了 你們不吃皮了嗎 我們吃皮啊 我們吃皮 喔 欸 原來還好 花生的味道很香 我想要知道這是什麼 這是那個野皂 野皂 對 就是大家 我們快到了夏月 夏月的時候 大家快開宅 就安排 做那個野皂的 這個 那個 這個怎麼吃啊 就是打開 這樣就可以吃嗎 對 這樣 喔 這個白白是什麼 這個白白是什麼 因為他們一般 怎麼讓它變乾乾的 曬太陽 喔 曬一曬的時候 喔 就有點像 他說應該是要泡水嘛 直接咬的話是很硬的 這樣也可以吃嗎 這樣也可以吃嗎 所以這樣賣一些乾果的 在埃及很多嗎 最好的地方賣乾果 就是南方的阿蒜 因為這些都是從 斯亞村那邊運過來 就是埃及的南方就對了 對 不是開羅這邊就對了 還有 都從南方運過來 雖然埃及人的甜點 非常的甜 但是乾果吃起來 倒還挺舒服的 水果的香味和甜味 都很自然 根據線報 埃及北部地區 因為積極開發成商業純市 所以水果栽種 大多以南方鄉下小鎮為主 而現在埃及南部 都還維持著傳統的生活 所以每到野藻採收的季節 就會看到果農們爬上爬下的 熱鬧畫面 其實吃埃及乾果 讓我想起曾經去過的新疆 這兩個地方 都因為擁有廣大的沙漠 所以高溫氣候 讓出產的乾果 吃起來特別的香甜 這個看起來很眼熟 這個看起來很眼熟 這是什麼東西 這是什麼 這是什麼 也是那個葉棗 S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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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是軟的 這是阿摩 阿摩 這是 這是 杏仁 杏仁 所以杏仁果是這個嗎 裡面 裡面包杏仁啦 椰子裡面塞杏仁在裡面 這對 這特別喔 這你咬得動嗎 很好咬 很好咬 像蜜餞一樣 好甜 杏仁在裡面 就有綜合一下菜圈的感覺 好吃耶 跟紅棗有點像 好吃 可是裡面放得住 椰子跟椰子甜甜的 我個人呢 比較喜歡包杏仁的椰枣 吃起來香香脆脆的 口感又不無聊 其實呢 一路吃下來 我覺得埃及人做甜食 用糖量真的很大氣 身為擁有甜食專用味的女生 我都快招架不住了 沒想到首次接觸埃及美食 居然是被甜點打敗 太不甘心了 現在呢 我要去的地方 是無人不知 無人不曉 超過六千六百公里 穿越了七個國家的 非洲第一大河 尼羅河 尼羅河 這是尼羅河 對尼羅河在埃及這邊的 阿拉伯華就是 本來西羅河 就是偉大的一條河 尼羅河在全世界上 第二場的一條河 那第一場咧 第一場就是那個 是尼羅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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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 第一 終於我們可以叫的時候 尼羅河 尼羅河在埃及這邊 對我們來說 愛迪文化的最重要的一個地地 因為那個時代 如果沒有尼羅河 就沒有水 沒有水 就沒有人住 還有尼羅河 我們蓋布一下 來做這個船 是這個嗎 就是這種阿拉伯風環船 阿拉伯風環船 阿拉伯風環船 算全世界最早的一個世界 下水用這種的船 為什麼是叫阿拉伯風環船 或是你們埃及不叫埃及風環船 阿拉伯風環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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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會吐的那一艘船 不會 就是開得很慢 對 為什麼要坐這個船 跑到這裡來 才感到浪漫的 浪漫主義的感覺 它開得很慢 你會吐也吐得很慢 對 就是一口一個樣 慢慢吐 親愛的觀眾朋友們 你們眼前所看到的 正是偉大的尼羅河 在六千五百萬年前 尼羅河就已經在地球上 有時靜靜 有時洶湧 有時干涸 有時泛濫的流著 古埃及文理 尼羅就是大河的意思 古埃及人把它當水上高速公路 專門運送大型貨物 現在 尼羅河增加了觀光休閒價值 因為河面寬廣 涼風徐徐 繁船就成了尼羅河最好的交通工具 平穩安靜 鬧鐘取靜 奢華時尚 成為美麗的回憶 尼羅河出發 現在呢 我們即將要出發了 不過這是因為 這是阿拉伯風繁船 所以它是沒有任何的 電動的東西的 所以我們現在要靠 這兩位當地的老伯伯們 幫我們用手動 讓我們可以順利的運上符 我剛剛只是手扶著 根本用不到 這樣就好啦 把這個布料打開 才幫忙船回開座 看前面後面兩邊的風光 大部分都是貴賓的那些別墅 一般我們在這裡有一句話說 然後趴到這邊來 喝尼羅河的水一定載過來 現在呢 我們在尼羅河的船上 安靜的不得了 兩邊的風景又這麼棒 浪漫 只是比較奇怪的是 在船上吃餅乾 這烤餅加一點點的甜甜的公司 這個也是烤餅啊 對 所以像這樣子坐船呢 在尼羅河上面打發時間 平常你們埃及也會這麼做嗎 節日的時候 很多很多 很多老百姓的 一些埃及人 他們很喜歡做節日的船 做一天的時間 做一天的時間 對 真的喔 對 埃及人也很懂得享受呢 不過在尼羅河上大帆船 是要看運氣的 因為神秘的尼羅河 有時候會突然呈現無風狀態 短則三五分鐘 無傷大雅 鬧起脾氣來 兩個鐘頭不來風 北部的繁華都市 南部的沙漠綠洲 兩岸變化無限的景致 船若在河中傻傻待至 那就尷尬囉 不過像我們這樣帶著 香酥可口的埃及烤餅乾 管它有風沒有風 埃及的午後 照樣慵懶得讓人忘了時間喔 好 這是一棒 這是捕魚耶 對啊 尼羅河魚 哇 因為它一直撒網 是沒有魚的 就是抓到魚 在捕魚嘛 哈囉 哈囉 還有魚嗎 你看牠手上有 牠們好像有抓到喔 哇 張古希那是什麼魚 這不是跟那個什麼 越南一樣那個皇后魚啊 皇后魚啊 這個很好吃喔 對 來到當地的既然是尼羅河 一定要吃一點尼羅河的東西 真的 對…不然就白來了 尼羅河有聽說過尼羅河的烘魚 尼羅河的烘魚 在台灣我們常吃啊 可是就是沒有在這邊吃過 真正正統的尼羅河烘魚 是埃及最大的魚港 在尼羅河出海的地中海岸 是埃及人主要的海鮮來源 海鮮大家都很熟 讓我好奇的是 埃及人是怎麼料理海鮮 是歐洲風 非洲風 還是阿拉伯風 先看看今天有什麼漁獲吧 這個就是海山島 對 是不是 而且很漂亮耶 而且重點是 是 看那邊 哎唷 是一隻海山島 這是什麼東西啊 這是什麼 就是那個 花式的雞蛋 叫它那個 花式的蛋 花式的雞蛋怎麼吃的花式 然後還有什麼魚 還有這個叫 魔西的魚 味道魔西的魚 因為那個魔西嘛 空還分裂 分開 這個魚 就分兩半 所以你 這樣子啊 這餅魚又叫魔西 那個味道滿好吃的 哈囉 嗨 今天我們要吃 海鮮湯 它也是要整理 有有有 要先炒過 漂亮 這個花式 蝦子 魚都放進去 這是麵 這個都比較妙的 這是 牛奶 牛奶 這是牛奶 牛奶 看起來好好吃 這湯裡面就是完全就是 海鮮跟牛奶 上面都在一起 原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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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真的這樣扭中 對 做得先分出去 扭中 對 然後就開始要放一些 辣椒進來 這是奶酪嗎 是奶油吧 還是奶酪 咖哩啊 咖哩 這個其實喔 有點偏西式的元素進來 然後又放一些 中東的這邊的是一些 一些香調的 在看完作法 這碗海鮮湯的滋味 已經佔據我的腦海了 跟大廚討調之後發現 埃及人的飲食和作法 受到一千多年 阿拉伯文化的影響 在香料的搭配上 走的是阿拉伯風 一樣是用大量的香料 不過 跟濃妝厭抹的印度 地中海地區很不同 阿拉伯風的香料 是看起來清除 吃起來愛美 很有神秘感喔 接下來大廚 要拿出他的鴨香料理 埃及烤魚 這個人也覺得他貼著骨頭 你可以看喔 這個刀子一定要貼住骨頭的部分 摸得到骨頭 不要摸到魚肉的話 再不拉到刀中就來不拉 你一天又殺幾隻魚啊 差不多一百 一百 一百的喔 就是那個番茄 蒜 番茄 蔥 蒜 醋 這個好好吃中的蔬菜 辣 好辣 真的是重口味耶 對 因為那魚沒有放味道 你比較重的味道的時候 那魚才會入味 是不是 所以說 差不多 該上桌囉 什麼菜 西里 西里 這麼多菜我們先吃哪一道 先吃哪一個 海鮮 剛剛我們在廚房裡面 我們廚房是那一個 我喜歡那個巴黎跟奶油的味道 對 對 很鮮 很鮮 奶油的部分 你不覺得它是很濃稠嗎 魚肉跟蝦子跟中間的這個花枝 它的熟成都剛剛好 你那排快吃完了耶 這不是大胃王子餅嗎 今天 下一位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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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不對 這個就很像基佛的感覺 對 我也是覺得 不知道這裡面吃下去是什麼樣的口感 怎麼樣 這個不是蛋嗎 很像豆腐這樣 QQ的豆腐 你看 它其實整個架構結構的感覺 是跟花枝是一樣的 整個是很鬆軟 知道它是花枝 是花枝的親戚啦 吃到一吃感覺 可是 它其實口感很像 魚板 好像我們在吃日本料理的魚板 滿軟的 QQ的 原來埃及人號稱的炸花枝蛋 其實就是中式菜色裡 常出現的鐵板做法 聽經理說 這盤是餐廳裡的特色菜 因為一般埃及人吃海鮮 大多是烤的 炸的 或煮湯 不過由於埃及 北部橫跨亞洲 所以味在北邊的開羅 料理手法 會帶有一點亞洲的色彩 我原本以為 花枝蛋會軟軟黏黏的 沒想到 竟然Q華又有彈性喔 我怎麼去吃 我怎麼去吃 對不對 一直我們在吃 對不對 等一下一直介紹 我們這樣好像我們代推不周了 太有禮貌 太有禮貌 你喜歡嗎 當然 那是從你的餐廳 對 再來 你覺得我們吃這個好 還是吃這個 沒有 看到這種感覺 你會覺得好像 要用筷子去夾它的 可是他們用刀子 刀叉 你看它怎麼樣 是不是 這是外場的服務生潮 是很方便 因為他們在服務客人的時候 就是這裡 架式就很好 有沒有 我會再溜口水準備 好 那我就先吃吧 來來來 不要客氣 當自己家裡 好 你解釋一下好不好 太多味道了 我不知道要先講這個 不是嗎 我一下子放甜 鹹 掉下去 不知道黃瓜 對 我不知道怎麼講 魚吃的本性有一點點乾 可是還好的是因為它旁邊 放了很多這些 有水分的蔬菜 番茄啦 辣椒啦 青椒啦 黃瓜啦 辣椒啦 這些香草 吃起來的味道就是很 不寂寞 非常有層次 非常不寂寞 很熱鬧的一個口感 為什麼就是這樣 你看 它這塊很好 好熱鬧 好熱鬧 等一下… 快… 快快 慢一點 整我又對著吃 是 這就是剛剛在廚房裡 看到的埃及烤魚 不過讓我意外的是 它在用了那麼多 的香料後 魚肉的鮮甜 卻是一層不染 原本 我以為它會跟 泰國菜一樣酸酸辣辣的 沒有想到 埃及人聰明的 運用了大量的番茄和青椒 來舒緩味覺上的刺激 所以這道埃及烤魚吃起來 有種很自然的酸甜 越吃越讓人開胃 這個時候 海鮮飯就很重要了 包嘴的大蝦 配上鮮香味食足的炒飯 過癮啦 蜜飯 跟那個魚 一起吃 一起吃啊 真的啊 它是比木魚對不對 剛剛說是這個 摩西魚嘛 摩西魚嘛 對不對 嗯 我也要一條嗎 用啦 我們揹一份啊 我們揹一份 好 謝謝 很棒 好像感覺要吃豬排的感覺 對啊 這外面炸得很酥脆喔 我要學你切 一起嗎 哪裡是精華 它這個 我跟你講 這個摩西魚 或是禮木魚的每一面 都是精華 而且 我發現它是炸完之後 上面再撒一些 香料上 嗯 好吃好吃 好吃 如果覺得配菜一起吃啊 嗯 飯的味道就 比較重耶 好吃嗎 好吃 對 因為飯的香料是不是很重 你這個經驗就告訴我 這個就是怎麼樣 飯不要太多 飯要少一點 飯少一點 魚多一點 這樣應該就可以拼命過了 要不然我剛剛吃 都是飯的味道 魚越太多了吧 這樣差不多 好 我來試試看 吃一個牛肉切 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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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它很Q耶 飯很Q 魚外面炸得酥酥的吃起來 在口外上面 很舒服耶 嗯 嗯 嗯 唉唷 真是 我們想像 當然台灣沒有埃及菜 對 對 對 在台灣我們沒有這種食物 對 在台灣我們只知道 Egypt 只有中國 對 除了那 我們沒有知道 Egypt 對 但是你的食物很好 我也覺得 埃及式的海鮮料理 很開胃呢 而且在這裡 比木魚被稱作 摩西魚 因為肉質細嫩 很受當地人的歡迎 不過因為摩西魚 主要產地 在埃及東部很有名的紅海 在開羅算是高價位的海產喔 另外 基米建議我們 吃架摩西魚的時候 可以搭配海鮮飯 這樣才是正港的IT吃法 說真的 這碗看似簡單的海鮮飯 沒想到吃進嘴裡 竟然會有一層層不同的香味跑出來 雖然我分不大清楚 大廚是用了幾種香料 但是蝦的鮮味和螃蟹的甜味 我就徹徹底底 清清楚楚地分出來了 香噴噴又Q黏的飯粒 這一碗不要跟我搶喔 等一下 等一下 我等一下 這個超級大鍋的來了 等一下 我剛剛有點嗎 哇 我已經去弄了 還沒開始 因為我不知道裡面什麼東西 挖那麼快 沒有 那麼大盆就很興奮啊 因為是點點還什麼東西 我們剛剛點這個啊 還是恐怖香 哇 埃及的川湯的一個說法 就是叫很多的蔬菜 往去說還有那個番茄 這個你看 這個大概是魚啊 對 這個整隻是魚 然後你看隨便你的湯匙有沒有 一挖過去有沒有 你看 滿滿裡面的料 有沒有 番茄啊 馬鈴薯啊 一些香料在裡面 怎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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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喔 肉絞飯好吃三碗 沒有 它有點像是紅酒燉紅肉的味道 什麼魚啊 什麼魚啊 什麼魚 我剛剛 沒有看它生前落水是什麼樣子 我也不知道它會帶什麼 沒有 肉會很脆耶 肉會很脆耶 肉會很大塊很嫩的那一種 很嫩 整個吃起來的這個馬鈴薯啊 番茄的味道 蔥是整個這個 怪不得那個湯也那麼好 這其實應該算是 比較算埃及的紅燒有沒有 對 紅燒嘛 對 對 其實來埃及之前 我有找過資料 埃及人到底吃些什麼 讓我很好奇 終於在這道傳統的埃及燉魚中 我看出了一些端倪 因為埃及它跨越了歐亞非三大洲 所以從燉魚的做法中 可以發現它帶有中式和西式的手法 而聰明的埃及人在運用的同時 又巧妙地加入自己最擅長的香料 來點綴 所以埃及燉魚 既有紅燒醬汁的酸甜 又有紅酒燉肉的香味 淡淡的茴香 咖哩肉粿等數十種香料 暗藏其中 呈現出 魚肉細嫩醬汁滑口的 哀式經典美味 有這麼好的魚湯 我們在等候 麵包拿起來沾啊 我們就沾個魚湯好不好 這一定是滿滿的 漂亮啊 四二七炸了您呐 四二七炸了您呐 狗甜蜜 搖擔它 二七炸 八炸